你慢慢習慣,以後我們後面媒體啦,基本上我都會希望說你也可以把它做出按鈕來 然後以後的話按鈕按下去自動可以幫我執行 OK,這邊的話 這邊 多一個這個字 那特別注意喔,就是可以直接執行 那這個按鈕怎麼做啦,基本上我想 前面好像沒有做過吧 在開發人員裡面插入 那我們剛剛只要錄製的聚集 這兩個,除了可以從這邊執行之外 當然從這邊執行OK,可是問題來了 將來 還是有點麻煩,感覺好像放這邊會方便許多,所以你可以開發人員插入 錶單控制向下面的按鈕 拖拉出一個大小,那多大多小看你自己啦 如果你覺得你要大一點沒關係,反正這畫面這麼大,沒差 你可以大一點,然後久久承發表 把這幾個字複製一下 那複製的原因是因為,將來不用再重打 直接貼上就比較快一點 第二個按鈕是清除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前面有講過,我習慣是複製這個 因為如果你再插入一個大小不一樣 因為再怎麼拖拉 也不會剛好一樣,所以我習慣是 直接拿原來這個,把它貼上 調整一下 它的適中的間距 重新再指定成清除 複製一下 這樣的話就OK了 把這個貼上之後 就可以有九九成發表 也有個清除 感覺還不錯 以後的話就自動化 OK 這個部分 目前看到 大部分產業很需要這方面人才 不管哪一個行業,當然誰不希望說旁邊有個按鈕按下去就好了 但是誰要去做呢 OK,那再來的話還要注意 一個部分 請各位 錄完程式之後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他會幫我放在 我們的程式哪個位置呢?基本上會放在 他這一個專案,其實就是一個VBA Project 的檔案名稱 他會自動幫我們建一個模組 所以特別注意,你的程式一定是在模組裡面 那常常有同學找不到這個東西啦 其實 特別注意,如果你不小心關掉 你就再把Module 1 點兩下 他就會幫你打開了 所以特別注意,你的東西在Module 1裡面 有東西找不到 打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好像多出一些東西 本來沒有的 那多了這個東西之後的話 感覺那個程式 突然變得 更 親切了 有沒有發現 上面有沒有 我加了單引號 並且把我剛剛的步驟 還有我做什麼事情 把它輸入到每一行程式的上面 那主要的用意是 我可以記錄我每個動作 還有他怎麼寫出程式來 當然第一個 將來 回頭看程式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也可以順便 趁這個機會 多了解一下 到底那個 程式 他將來如果說有些 哪些動作 有沒有辦法 自動 就是說 你乾脆 不用錄製 以後你自己寫 就好了 因為錄製去 其實一個 也許是一個 階段性的任務 以後如果說你已經習慣了 都會了 你自己乾脆自己打就好了 幹嘛 還要再幫你錄 而且他錄下來的東西 有些 反而太琐碎了 而且有些地方 可以不需要這樣做 可以自己稍微修改一下 可以改出你自己要的樣子 所以這裡面 彈性還蠻大的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待會 請你自己在這個程式上面 注意一下 加上註解 OK 加註解 那當然 我也把剛剛我做的東西 把它貼到雲端上面 你可以參考一下 反正 這上面的中文字 不見得要跟我一模一樣 我主要是要各位知道說 請你 慢慢習慣 你做任何動作 請你加上註解 OK 然後再來的話 把它執行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在錄製什麼 錄製那個 我們的對角線 格式一 格式二 所以做法 上面的話 一樣 把剛剛的動作在 彩排過 確定OK之後就可以開始錄製了 所以格式一 錄製聚齊 那第一個格式是左上到右下 所以我這邊 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格式一 比較好記 格式 格式化一好了 格式化一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一 游標放在這邊 B4 所以他會 Range HB4.slide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記得喔 我是建議你善用那個快速鍵 不然的話你錄製的 那個 程式會非常的 冗長 二的話呢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用公司來決定 先輸入一個等號 當 當什麼呢 當他上面這個 等於 什麼呢 這個 然後呢這邊是鎖列這邊鎖籃 所以把B前面的鎖拿掉 把4的前面的鎖拿掉 然後呢如果這個條件出現的話呢 就 設定一個這個就可以OK了 按個確定 然後再按個確定就完成了 好 這樣的話呢就停止錄製 那格式二的話呢我們就是 如果你想說 格式一格式二 這兩個好像有蠻多地方是一樣的 差別只有在哪裡呢 差別只有在裡面的公式 所以喔 我是建議比較聰明的做法 如果你格式一OK之後對不對 你可以 按下編輯 或到VBA裡面 Visual Basic裡面 找到這個 這叫格式一嘛 我習慣這邊一樣 把這個拿掉 其實我們剛剛做的動作啦 我是建議你自己再加上一個 1 游標放在B4嘛 然後選取 Ctrl-Ship向右向下 然後再來就格 你會發現呢 基本上設定格式化條件 他關鍵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 Formula Formula這個是1喔 後面這個 所以你想說 好像怎麼樣呢 如果你要把它變格式二的話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重新 錄製嘛 你可以怎麼樣呢 Ctrl-C Sub到End Sub Ctrl-V 這邊把它 格式二對不對 然後你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這個地方有沒有 把它改成什麼了 改成那個 什麼呢 改成 B 對 這個加 還記得吧 之前是等 兩個相等 那現在改什麼了 把它改成加不就好了 加上這個 等於10 所以其實 這邊改一下 格式二就完成了 不過顏色好像不太一樣 顏色二他這邊是 用什麼 Color 49 407 可是如果說我要黃 這個是橙色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是要 黃色的話 那當然其實 你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 就是錄製的話呢 假設我要錄製黃色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錄製 假設我要是黃色好了 比如說我要黃色 那你可以怎麼樣 拿那個錄製黃色的 比如說我游標先放這邊 它Range 某一個儲存格 然後把它怎麼樣 把它顏色 常用裡面的油漆桶 改成黃色 然後把它怎麼樣 再 停止錄製 看一下這個黃色裡面 編輯一下 它的顏色就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 Color這個 65535 所以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Ctrl C 把這個Ctrl V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這個把它恢復好了 常用這邊 油漆桶 無填滿 理論上呢 我們做完這樣子 格式化 1有了 格式化 2 試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 格式化2我不是用錄的 我是用改的 有沒有發現 對角線就OK了 OK 所以 當然你也可以重錄 只是我覺得重錄 好像有些如果 不用重新再來過的話 那你就可以 主要差別在這裡 就是這個黃色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顏色 你可以 用錄製聚集 知道Color後面的 把它改一下 其實也是OK的 請各位試一下 格式 畫1 格式畫2 最後的話 再錄製一個 把這個 做個結束好了 這邊最後是清除格式 在最後一個 開發 錄製一個什麼 清除格式 然後我只要做什麼呢 常用裡面的 清除格式 整張 工作表的規則 其實這樣就OK了 然後再把 結果 停掉 最後的話 我就是 複製 那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然後這三個按鈕 分別就是 格式畫1 格式畫2 再來就清除格式 把它格式畫1 清除 再來格式畫2 最後的話就清除 格式 完成之後呢 這一題就完工了 所以你們最後呢 只要做出 這樣的結果 大概就OK了 當然我最後 你交作業的話 我會先試一下 1按下OK 表示你這OK了 再來的話呢就是 格式畫1 對角線 格式畫2 另外一邊 清除格式 恢復了 好應該沒問題吧 請各位試一下格式畫1 改格式畫2 再一個清除格式 並且呢 把五個按鈕 給 做出來 試一下